如何申请加州白卡? 红兰卡跟白卡有何不一样? 加州白卡Medical是加州政府提供的医疗补助计划, 使用者可以免费或以非常低廉的费用获得医疗服务, 主要提供给低收入族群。 红兰卡Medical是联邦政府提供给65岁以上老年人及残疾人士的医疗保险计划。 不少刚移民来美国的朋友都会搞混这两张卡, 事实上这两张卡是完全不一样的医疗保险计划, 主要适用族群也不同。 申请加州白卡的家庭收入限制 想要申请加州白卡, 家庭总收入必须在联邦贫穷线的138%以下。 谁符合资格申请加州白卡? 65岁以上老人,残疾人士,盲人,未满21岁者, 孕妇,需要长期照护的成人或孩童, 在护理院的被照料者,乳癌,子宫颈癌患者。 如果您想确认自己是否符合白卡的规定, 可以联络当地郡政府相关部门咨询。 加州白卡资产限制,DHCS宣布, 2024年1月开始, 加州新法律的第二阶段将取消所有 Nummajai白卡计划的资产限制, 只看收入, 获得白卡资格的门槛大幅降低。 也就是说,政府不再检查资产, 只看收入有没有符合规定的标准。 就有的资产限制, 包含车房、股票现金等其他形式的资产加总, 个人资产上限为13万, 夫妻两人则是19万5千美元。 红蓝卡和白卡可以同时使用吗? 可以。 两者是独立, 分别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补助的医疗保险计划, 因此,如果您拥有两张卡片, 是可以一起使用的。 比方说您年满65, 同时也是低收入户, 那么您可以同时参加红蓝卡和白卡两种计划。 但是,两种保费会有些微的交互影响, 可理解为红蓝卡需要缴纳的月费由白卡负担。 加州白卡是由政府直接管理, 私人保险公司无法提供相关服务。 但如果您有红蓝卡的相关问题, 欢迎拨打626-793-3800, 我们有爱心的专业健保团队将结成为您服务。